吃一些青菜 鹽鹿餅 左邊夾菜 右邊叮嚀 田家綺夾中間 碗裡的菜好像怎樣都吃不完 你看看你有漏氣 會緊張 量血壓也貼身服務 就是要確保田家綺血壓穩定 身體健康 順利救人 你說怨天又冷 我不會 這是真的嗎 我想過 可是為什麼是我 我就沒有 我還好 當年26歲的劉俊明 夜下反覆疼痛 皺衣確診罹患惡性淋巴瘤 大好年華疾病擋在前方 兩年多進行多次化療 兩次復發 無助 然後還有一堆的不舒服 然後就會想哭 就會在醫院會想哭 幸好後來在慈濟骨髓資料庫 與田家綺配對成功 同樣都是想哭的感受 田家綺則是對素未謀面的 劉俊明深深同理 他們冷冷受這種捐贈 其實他們所受的痛苦 既然我有辦法給人家一個機會 那為什麼我要把這個機會給取消 那一包血液進來之後 然後就從管子上慢慢下去之後 就覺得新生命來了 人與人都是一個緣分 既然這是一種山緣的話 他能不能繼續就多多幫助更多的人 把這個山緣繼續給流傳下去 都過去了 然後現在的就是都是從今天開始 帶著陌生人的血液與心中信仰走人生下半場 踏實就是劉俊明最好的感謝 謝謝